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欢欣知情之后 邓小平接着写 他说对于林彪和陈墨达 我没有什么重要的材料可揭发 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 我一无所知 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 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 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 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 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 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 他的沉默寡言 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 在历史上 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 一次是在长征时 他从彭德怀搞在一块 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 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 却从彭德怀结成同盟 搞秘密串联 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 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 这就是长征会里会议呢 之前的时候 我多次讲林彪 给毛主席写中信嘛 这接着说 再一次是抗美援朝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 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 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 你说林彪反对毛主席的这个出兵朝鲜的这个决策 你大平 你大平大师也没支持 那么等于也是反对 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 而他竟拒绝了 在实质上说 他是怕美国 不相信会打败美帝 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 你相信吗 大平你相信吗 你最后是美国人唯一跌了头 你相信吗 这两件事 一直到八级十一中全会 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 他才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 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的觉得 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 这我是从他对楼仁环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来的 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 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批判是应该的 他是批判教教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给毛链写信还说 替刘伯承是应该的 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 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 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更是声色俱利的 他们甚至说留在二也没起什么作用 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 你觉得戴小平多会表扬自己 是不是 你看人家这信写了 戴小平真是聪明 基本也都挺服的当年 当时我曾为此说过 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 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他说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 对我这个态度 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罗仁环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 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 罗仁环同志为人的朴实 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 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 林彪就说过 复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 记不得是一九五几年 罗仁环同志曾指出 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 只强调老三篇 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林彪非常不高兴 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 至于对贺龙的关系 大家是知道的 他就开始接林彪了 接着带两篇写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 我是有错误的 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 我一直认为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 是不会坏的 我一直觉得罗是林老不下 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 也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份 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 性质是那么严重 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 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 如何企图夺权时 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 我听了并不舒服 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 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 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 范贤那样不可宽恕的错误 邓小平是真聪明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着打红旗反红旗 是准备夺权 颠覆无产与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 你也怎么干啊 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的对 抓的好 比我好得多 他这话说的是实话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林彪那时候 王子东思想 这个这个这个 在全新的这个建军思想提出来的时候 他包括邓小平在内 都认为林彪抓的对抓的好 都认为自己自亏不如的都是 邓小平接着写 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 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这也是实话 但是过去在两点上 我一直是不同意的 伊士林彪只强调老三篇 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 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 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 马克思利宁主义 只讲老三篇 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多会说啊 这都要评 一呢 这是一 还有一个呢 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 是把毛泽东思想 从马力主义割裂开来 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 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 对于马列主义的捍卫继承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 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 过去我只觉得 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 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 林彪多次说 只要人不怕死 就会打胜仗 这是正确的 又是片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义 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 觉得有些刺眼 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微信的提法 不敢有别的想法 现在原形毕露 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 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 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不读书不看报 是不是 他怎么能知道呢 我对陈的印象是 这个人很自负 很虚伪 从来没有自我批评 他会写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 写的好东西 对于能写的别人 他是嫉妒的 例如对胡乔木 他经常的口头禅食 我是个书生 不行 这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 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件和文章 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 而后来被批判了 他不再说 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做错 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 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 不同意呢 没听他说过 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 一个是搞托拉斯 一个是搞寄建工资制 这两件后来都被刘传奇给接受了 这个邓小平揭发是彭德怀搞 这个这个 陈伯达搞的 一个是托拉斯 一个是寄建工资 搞托拉斯我们实验过 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 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 是有很大矛盾的 搞寄建工资制 是意味要进一步的搞物质刺激 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 与寄建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 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 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 中央层指定他负责修改 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 他始终迟迟不搞 不知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的时候 由于是在康生同志内 一个班子写的 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 只在搞共产典运动25条的时候 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 才积极起来 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 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 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 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 总要原谅些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 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特别是九家二中全会的事情 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 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 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邓小平亲笔写的是毛主席保护了 邓小平小道的电影里 你怎么不说呢 我从全党全国人民一道 热情的庆祝在摧毁了 邓小平反革命资产基金 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 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欢呼 关于我自己 我的错误和罪过 在1968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字述中 就我自己认识到的做了检讨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 而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 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旗军 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 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这我说过多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政权路线 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有朋友 包括加拿大 石涛我们老朋友 经常坚持自己动 就是对一个人的评价 他不能全面都给抹杀了 就一无是处 我在此我说一句 邓小平这个人 这一生作为一个共产 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人 参与了革命建设的全过程的这样一个人 邓小平有没有攻击 邓小平有攻击 邓小平的攻击在我这 他最大的攻击是什么 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抗日是比较坚决的 跟刘瑟 刘伯承 他们在太行 到后来的进气鲁豫 这个应该说 抗日做一个民族英雄 邓小平 是 配得上 邓小平的第二大攻击就是什么 就是解放战争时候的挺进大鳖山 邓小平在这个执行毛主级的挺进大鳖山 拉开解放战争反攻虚目的这个战略任务上 那是确实是坚决的 这个我们永远都要予以肯定 确实有一种义无反顾的那个劲 并且到了大鳖山之后 然后也不能完全站住脚之后 一二也 那时候这个经济主义也占军 一分为二 然后少量的部队跟着刘伯承 后来又转战 转战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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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外围了 外线了 那坚持内线的就是邓小平带着几个纵队 并且坚持了下来 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什么呢 才有了速于打滑雪战役的时候 还有那样一支 尽管装备简陋重武器都没有的 中原野战军的全力的配合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上 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他直行 一无反顾的执行了 毛主席的挺进大背山 拉开了战略反攻序幕的这样一个战略任务 这个在历史上是永远要予于肯定的 邓小平 这个历史攻击 恰恰是因为这两条攻击 毛主席是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所谓动毛泄骨 毛主席才永远的 不忍抛弃这个邓小平 包括邓小平在晚年的时候 犯了那么严重的 他把他错路线的错 毛主席一次次的保留他的党籍 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劳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功劳 我认为最大的就这两件 就这两件功劳 到北京以后邓小平没干他什么好事 从革命者到走 从抗家伪到走的外 从革命者到革命对象 邓小平是完完美的诠释了这个路径 这个 那接着说 邓小平说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 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 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 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一直发展到从刘少奇一块 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书记的工作我做的是很不好 没有及时的经常的向主席请示报告 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在60611年困难时期 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的歪风 没有遵照主席指示 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 使不该下马的也下马了 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就是只60年代初 三天困难时期的时候下马了一大批东西 那段小平的时候跟刘少奇两个人 那绝对是一唱一和 在工业建设方面 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 没有政治挂帅 没有把主席的安纲宪法作为指针 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在组织上 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 罗瑞卿 杨尚昆这些人 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无产经济大命揭露我和批判我 是完全应该的 他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 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 无产经济大命是完全必要的 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 在我的字述中交代 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 资产经济失业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 71年了 在去年11月 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 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 我是这样认识的啊 我在犯错误之后 完全脱离工作 脱离社会接触 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 回到主席的无产经济革命路线上来 我完全知道 我完全知道 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 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 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 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 但是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 虽然已经68岁了 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 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后来我说了 我说他俩平兑现自己的这个承诺 做一些技术性质的工作 后来他就做了 所有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以求补过于万一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忠心的敬祝主席 万寿无疆 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 写的好不好 我觉得他比字数和那个监讨写的还好 啊 写的还好 但是 写的再好有什么用呢 对一个没有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的人来说 这有什么用呢 给毛主席写 毛主席那样的威望 是不是 世界级的 好 你给毛主席这么写 把自己身段放这么低 好 我们可以接受 邓小平不仅仅毛主席这么写 邓小平甚至在 毛主席去世了之后 黄金堂政变了之后 对于政变的 啊 主谋 甚至对于华国锋 他都能写出同样肉麻的东西来 你说这个人还有什么政治道德可言 他有什么政治底线 你跟这样的 邓小平这样的人聊人格聊尊严 他会告诉你说 我每天工作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到时间了 别跟我谈了 我他妈要打桥牌去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